Hello 大家好 我是成果設計的Colin 這次就和大家來長江村一個自治 讓大家看看我們傳冊後的甜品座 我們首先會做兩間房間和做廚師廳 一會兒和大家看看吧 首先我們入門口左邊這個位置 這個就會預留放飯桌的位置 上面我們會做一個層板做燈帶滲光 就會延伸到這一邊收拾這條陣子 門口右邊這裏就會有一個大型的儲物櫃 連電視櫃去房間延伸過去 我身後這一組就是電視櫃 這個電視櫃組合 首先左邊就會有一個大型的儲物櫃 然後就會有一個薄身櫃 做鞋櫃 下面就會做一個座位 所以換朋友可以坐下來用 座位延伸出來就是一個DV櫃 這個除了電視板牆 上面我們會包包殼 就裝回分類式冷氣 再過來最近房門這邊 都會有一個全高的儲物櫃 下面就會開放紅避去 放一個寵物的籠子 這裡就是房的位置 這裡會分開兩間房 中間就會用衣櫃間開 首先這間房就會用地台床 地台床這一邊靠牆身 就會做一個梳妝桌 上面就會做一個玻璃櫃 可以放一些飾物或者化妝品 另外這邊也會有一組櫃 可以放一些衣物 如果不夠用都可以用在廳外面那組 因為這個燙門開了之後 這個座位廳就會比較一體 來到這一間就是主人房 首先它會用雙人床 都是油瓣床 這邊就會做一個大衣櫃 另外床尾也會做一個雙面櫃 就可以放兩間房 就用來鑑房 就不明白了 那浴室這個位置 我們的浴室會擴大 因為這邊噴出來 那一粒位就會做一個洗手盆的位置 座廁會放在這邊 另外這裡 到時這個房子就會用電路 這個就會省畏一點 電路也可以隨便放在哪裏 另外這裡就會是其中一個位置 到時就會做一個浴瓶 我們廁所門就會用來鑑門 就方便一點出油 飯廳這個位置 首先向廳這邊會有一座薄身櫃 就可以放一些日常用品 薄身櫃後面就是一個雪櫃的位置 雪櫃同樣都會有吊櫃 身後就會做廚房的燙滿 就燙入雪櫃那邊 這個就會做日式的風格 就和廳搭配多一些 來到廚房這個位置 我身後這裡就會做一個大的廚櫃 除了有一個全膏櫃 這個廚櫃都會直接到尾 有地櫃和雕櫃 這個全膏櫃的位置 我們下面就會放洗衣機 中間就會放焗爐或者微波爐 那全膏櫃右手邊這個位置 因為日後它有機會想用這個洗碗機 所以我們就沒有做蝕蝠的 就用一個門板遮住 裡面就會放不同場板 就會方便放存物 或者日後用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放開手機進去 那旁邊這個就是升盤位 升盤位之後就會是絕食樓的 那台面都足夠空間使用的 那到這邊呢 吊櫃上面就會裝回抽籠機 那就可以直出窗 就會抽得好一點 然後會方便去處理 那今次就和大家看到這裡先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和留言我們 我們的作法都會放在下方連結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